比较常常會用到的 有關那個圖層的部分 我們也需要去做一些相關設 因為圖層建議是你就先設定好 以後你要畫的那些相關的圖層 那包括哪一些 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圖層管理員 在這個旁邊的地方點一下對不對 點一下之後預設就是只有一個0 那其他的相關圖層 就可以把它建立起來 建一次之後以後就可以共用 或者同一個部門也可以制定好自己的圖層 那有些其實圖層畫下來 幾十個上百個都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只是說當然 如果是團隊在一起畫的圖的話 盡量還是有個共通的一個圖層 不要你畫你的圖層 我畫我的圖層 我的圖給你之後 你不知道這個圖層這個做什麼用途的 那就變成說有點大家 尤其是把你的圖跟我的圖合在一起的時候 變成你用你的圖層 我用我的圖層 一堆圖層就亂七八糟的 所以一般都會把這個名稱先制定清楚 那以往都會用英文的 那現在我記得這個中文都有資源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習慣 還是把它名稱取清楚一點 比如說圖層一有沒有 習慣是這樣用個編號 為什麼 因為他會照編號排序 假如說我今天第一個我希望給他一個 第一個的這個01的話 是希望給他一個編 假設我這個圖層用途叫邊框 所以我給他一個名稱叫邊框 比如說我第一個圖層是邊框 然後其他第二個圖層02 我在第二個圖層就是叫中心線 可能會需要中心線 要去做一些相關的設定中心線 好 那我第三個圖層的話呢03 我用標這個圖層是要用來標註用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給他第三個圖層叫標註 那第四個圖層的話呢 我就給他第四個圖層叫剖面線 然後第五個圖層叫剖面線 剖面不是面線 面線 然後第五個05的話呢 我會給他叫做一般會用到虛線 那再來第六個06的話 我會給他一個主體用的主體 那第七的話07 我會給他比如說文字好了 大概常用的就這幾個 當然如果你有其他的話 你自己再去定義 那最好是定義清楚一點 接下來的話給顏色 第一個給名稱 第二個給顏色 顏色的部分的話點下去 原則上的話 第一個邊框我會給9 9的話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有點灰灰的顏色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我中心線的部分呢 我原則上我會給2 2是這個顏色按確定 黃色 再來第三個的話呢 我的標注線原則上我給1好了 這個地方紅色 再來的話呢 我這個棚密線的話呢 我原則上會給6按確定 就是洋紅色 但這個顏色不是絕對的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喜歡的顏色 再來的話呢 虛線的部分的話 我給他一個2 2跟中心線是一樣的顏色 這個 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主體的話給4 4按確定 就這個顏色 那文字的部分的話呢 我給這個地方 這邊點一下顏色 我給3按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 你顏色就給他做出來了 不過你的顏色盡量還是要 比較這個稍微搭配一下 否則的話 這個顏色會很奇怪 這邊的話呢 接下來 中心線的話 特別注意 這邊也叫做線型有沒有 線型的地方 請你在中心線的地方點一下 那這邊的話記得 線型的話呢 中心線我們可以用載路 因為在這個地方 可用線型裡面呢 有一個 這邊針對那個中心線 有一個叫center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它之後呢 切換到英文模式 因為它是按照英文排序 所以你按一個c有沒有 它就跳到c開頭 有一個center的一個線型 按一個確定 我們就載路這個線型 那特別注意喔 再來特別注意 載路之後的話 請選擇center 它這個系統有點怪怪 你載路之後 它不會優標放這裡 所以你還要再點它一下 有的時候很習慣 按確定 習慣沒改 為什麼 因為沒點到 點到之後按確定 那這個地方記得 中心線我們就用center 用center 再來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會用到 不一樣的就是虛線 虛線的部分的話呢 在這邊一樣載路 載路的話呢 它有一個線型 叫做hidden hidden的話呢 是英文字 H開頭 所以你就按H 它就跳到H開頭 這邊叫hidden的一個字型 一個線型 線型跟這樣 線型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一樣不會點到hidden 所以記得點一下hidden hidden就這個 按一個確定 那這地方的話呢 主要這個線型的部分呢 其他可以不用改 就改中心線跟虛線 這兩個改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線的粗細部分呢 你可以一般是用預設啦 除非說呢 你在畫的線條 你希望讓它出一點像 預設的這一個線段 比如說第一個線段 假設你要去修改的話呢 你可以去更改啦 預設看起來這個地方 有點差不多是0.5左右 那假如說你今天希望線出一點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0.3 以此類推 但超過0.3看起來線就會非常的粗了 看起來會不好看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可以斟酌 看需不需要去做調整 不然的話 你通通用預設就可以了 預設就可以了 好其他的話呢 這樣子只要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圖層呢 就出現了 而且用中文字 還有前面加一個 這個編號的好處就是說呢 它會按照順序排列 就不會亂七八糟的 不然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打開人家的這個圖之後 你會發現 哇真是很可觀 全部都是圖層 但是沒有一個看得懂的 很亂的圖其實非常的多 這個就是在剛開始制定的時候 沒有先想清楚那個命名的規則 一定要先給它規則 然後呢給它編號 這樣以後都很清楚嘛 可能每個部門 同樣部門的這個同事 我就發一份 以後你就照這樣去做 那就很清楚了 畫出來我給你的圖 跟你給我的圖都可以相通 所以這裡的話呢 圖層的部分呢 記得做一些管理 這邊的話呢 試著把這個地方做出來好了 原則上大概 先利用我這個方式先做一下好了 大概先記一下 試試看好不好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總共有七個圖層